热等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爱 5月22日10时40分 祝荣号火星车驶离着陆平台踏上火星表面 开始巡视探测之旅 火星车携带的前臂障相机AB 后臂障相机AB 拍摄了驶离着陆平台过程影像 祝荣号在火星表面行驶了0.522米 以纪念这个在火星上留下第一道印记的重要日子 有人说 中国火星车拍照片远不如45年前 美国海盗2号火星探测器拍得清楚 这完全是没有办法比了 技术差距就是差距 不要不承认了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美国海盗号拍摄的画面是针对性的拍摄 并且当年采取的是扫描型的拍摄 垂直分辨率都是512像素 在当时算得上很强 但是在如今已经不值得一提了 我国拍摄的火星照片并非是真正的拍摄火星表面 而是针对探测器来的 在公布照片的时候都已经说明了 是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探测器 着陆过程两气分离和着陆后火星车拍摄的影像 这说明什么问题 对象是两气分离和着陆后火星车 并且拍摄采用的技术也很强 祝融号的微成像相机能拍摄900纳米的细节 激光诱导击穿光谱仪能分辨240纳米的微小成分 所以这个是当年海盗二号都无法达到的要求 没法比较的 而这个照片之所以拍成这样 就是我们说的针对物体不一样 就如我们相机的聚焦 你拍摄照片重心是在人身上 那么人的画面肯定更好了 而除了人周边之外的画面肯定就存在差异 所以并不是中国火星照真不如美国 而是采取的拍摄对象不一样 下一次我们专门进行对火星表面的拍摄 你就知道什么叫高清 到时候连火星上的土壤都能让你看得非常清晰 这不是吹牛 是真正的技术含量在里面 同时 其实火星照片传回来也并非是原始样子 美国公布出来的火星照片也是处理了的 我国也是一样 我们完全可以做到更加高清 但是我们并没有 还是将重心放在了拍摄对象上 所以大家不要误解照片的清晰度了 就在各国媒体和机构纷纷发来贺电时 外界发出一个疑问 称为何中国火星车取名叫祝荣 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5月17日的记者会上做出了回应 赵立坚表示 从神州到嫦娥玉兔再到天宫天问 中国人民把对遥远星空和未知宇宙的无尽憧 寄托在这些美好的名字之中 此次天问一号着陆巡视器搭载的火星车 名为祝荣 祝荣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火神 火的应用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驱散黑暗带来温暖 祝荣号寓意点燃中国星际探测的火种 指引航天人不断超越自我 逐梦星辰 赵立坚还强调 中国将以开放包容姿态推进国际合作 为探索宇宙奥秘 促进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对此 有分析人士指出 赵立坚的此番言论再次表明了 中国在航天事业上争当世界第一的强大决心 而这绝对是美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天问一号任务的科学目标是 研究火星形貌与地质构造特征 火星表面土壤特征与水冰分布 火星表面物质组成 火星大气电离层 及表面气候与环境特征 火星物理场与内部结构等 探测器自2020年7月23日发射以来 在地火转移飞行 环火轨道运行期间 环绕器配置的中分辨率相机 高分辨率相机 矿物光谱分析仪 磁墙计等7台科学载荷 陆续开机探测 获取科学数据 火面工作期间 火星车将按计划开展巡视区环境感知 火面移动和科学探测 通过配置的地形相机 多光谱相机 次表层探测雷达 表面成分探测仪等6台载荷 对巡视区开展详细探测 同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 抓总研制的环绕器 将运行在中继轨道 为火星车巡视探测 提供稳定的中继通信 兼顾开展 环绕探测 中国首个火星车 质量约240千克 大约是玉兔号月球车的两倍 最引人瞩目的 应该是四个大翅膀 火星车四个太阳翼 都展开的时候 就像是一只蓝色的闪碟 为什么玉兔月球车有两个太阳翼 而中国火星车有四个呢 这是因为火星距离地球最远4亿公里 距离太阳更远 光照强度小 而且火星大气对阳光有削减作用 同样的面积下 火星接受太阳光的能量 只有月球表面的40% 火星车能源供给比月球车更困难 所以火星车比玉兔月球车多设计出两个翅膀 火星上的风速可达每秒180米 当大气运动引起的巨大沙尘暴 让火星车受到沙尘的遮盖时 接受到的太阳光能量急剧下降 这时就必须为火星车设计一个休眠模式 耐心等待沙尘暴过去 其次 火星上有明显的四季变化 当进入火星深秋后 光照强度会持续减弱 而火星太阳浮照强度 仅为月球表面的20% 这时火星车需要进入长期的冬眠 直至第二年的春季到来 同时 考虑到火星气候的复杂性 火咒时 锂离子蓄电池可能会面临联合供电 进而导致充电量不足的情况 研制人员也为火液制定了一份 休眠唤醒备份计划 在火咒转火夜前 对锂离子蓄电池的剩余电量进行判读 当蓄电池的剩余电量不足以支撑火星车度过火夜时 火星车转入休眠状态 如何及时并准确地判断 锂离子蓄电池的剩余容量就显得至关重要 锂离子蓄电池设计师王小瑞介绍 目前航天器载轨的锂离子蓄电池容量判读方法一般有两种 安石剂和查表法 但由于火星光强不足 导致蓄电池火咒时不能充满电 安石剂无法进行满充校准 累计误差会越来越大 且地火来回通信至少需要30分钟 导致查表法不能及时准确判断蓄电池剩余容量 为此我们采用了将安石剂和查表法结合使用的方式 火星夜晚会降到零下130度 对火星车生存构成巨大挑战 电源控制器设计师陈达兴介绍 与月球车不同的是 火星车锂离子蓄电池不具备保温设备 若没有从零下90度的最低温度 恢复到零下15度的工作温度 即使唤醒了也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休眠的时候整气会断电 至于什么时候再唤醒 我们需要先参考锂离子蓄电池的温度 研制人员给锂离子蓄电池增加了温度继电器 用来判断锂离子蓄电池的温度 当太阳电池重新开始工作后 优先给锂离子蓄电池加热 待加到零下15度左右 温度继电器自动闭合 火星车真正唤醒 如果说月球巨大的昼夜温差 是研制人员面临的最大难题 那火星上的未知光谱 更让811所研制人员头疼 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 对火星光谱仿真 与国际的相关资料比对分析 研制人员确定了火星光谱条件 奠定了研制工作的基础 火星表面的光谱与地球轨道 月球轨道的光谱不同 这就意味着火星车太阳电池的与众不同 研制人员对太阳电池进行了重新设计 根据火星的光谱 做了相应的调整和优化 但受火星车自身体积重量限制 以及火星表面光照条件 火星尘埃等自然环境条件影响 太阳电池阵的发电能力被大大削弱 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研制人员创新性地 在火星探测任务上首次使用了最大功率跟踪技术 这也是该技术在国内航天领域的首次载轨应用 陈达兴告知 跟踪精度高达98% 相比传统电路 提高了太阳电池20%的利用效率 既解决了火星车能源紧张问题 也在减少太阳电池阵面积的同时 减轻了电源产品的重量 火星尘埃在太阳电池表面的堆积 也会极大影响火星车的能量获取效率 研制人员为此开展了关键技术攻关 通过表面处理和结构设计 在太阳电池玻璃钙片表面做了特殊涂层 表面处理在于降低火星尘埃和太阳电池的相互吸引力 结构设计在于减少两者的接触面积 这些都通过了验证 满足了要求 王文强如是说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